大家好 我是小屏 今天我又来到了这个赛道 为什么呢 今天我要试驾这辆车 听讲油门踩完的话 就会狂飙出口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现在就去试试看 Porsche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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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就在一辆 这个颜色太美了 这个Baby Blue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所以呀 这个颜色的Tykan 我觉得很酷 很时髦 很前卫的感觉 然后这个LED头灯也是 未来感十足啊 那它就是一个LED Matrix System的一个 拥有很多功能的这个 智慧型头灯啦 基本上这一辆是一辆4S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轮圈呢 是比较小的一个尺寸 这个是一个 20寸的设计配置 然后呀 也比较稍微比较basic一点啦 可是呢 我发现这一台车 它是有这个 呀 电动的这个 门的设计的 这个是好像要另外选配的 所以呀 这辆车是有的 真酷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 后面的部分 那基本上其实你从后面呢 你唯一可以辨认这辆是什么车型的 就是它的这个名字 Taycan Forest 它会写在这边 so yeah 然后那个最入门的 Taycan后驱版 这一回并没有在我们这个 TRACK EXPERIENCE 里面出现到 so yeah 希望 Porsche 过后能够 把试驾车 借给我们去体验一下啦 因为今天的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赶了 然后我们其实 体验不足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这个钥匙啦 so它基本上它的这个壳呢 是和你的车身是同色的 非常的fancy 很精致的感觉 我真的太爱这个颜色了 然后呀 会有一种真的是买这种豪华 牌子呢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开门的话呢 这个隐藏式的门板就会浮出来 这个也是科技感的未来感满满的感觉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 我真的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买这种无双框的四门车 真的是太酷了 ok so 其实这辆车 它是很多设定可以做的啦 新能车嘛 so 包括 Drive Mode 车角的设定 然后这台车是能够升高升低的 它使用的是一个电子旋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台车子它除了有这个电子旋轿以外啦 它的这个防晴感 还有它的这个 呃 后轮都是有电动系统的 包括它这个防晴感呢 是能够自行去调整那个 Torque啦 so 来让这个车子更加的稳定 而它的这个后轴呢 则是拥有一个 可以展示到三度的一个转向 后轮转向啦 所以让这台车子在 弯道上的表现是更加的稳 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快 ok so 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排档杆在哪里 它不在这边 它其实是在这一边 so 呀 这么一个娇小可爱的一个 stick p 然后 倒退档还有前进档 都是在这边啦 so 呀 很科幻很futuristic的感觉 而且有点可爱 cute 那首先我就先注意到这个 Equan Panel 哦 空调速风口 它是fixed 的 你不能用手去调它 其实不是不能调 而是这台车很酷 它的这个方向很特别 它是透过电动调整 so 你要进去这个AC 然后你看到这四个口嘛 你每个口都能这样子自由切换 然后这个风向就会 根据你所做的这个 你所调的方向啦 它就自行调整 很酷哦 这个很前卫 然后这边其实也是可以调 yeah 大家可以看到啦 so yeah good 那这台车子的续航能力呢 首先TICAN 4S 是一个465公里 至于高阶的 TICAN Turbo 以及 Turbo S 呢 也是一个400多啦 我不太记得了 但是少过这个4S一点点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4S 其实它的电池组呢 是标准版的 performance battery 至于 Turbo 以及 Turbo S 呢 这种更加厉害的 容量更加大的 这个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那这个4S 如果你要升级成 这个 Plus 呢 也是行 就是另外加钱咯 so 它们的续航能力 其实老实说 以在大马半岛来说啦 一个400多公里 465公里来说 其实你从 JB 你已经是可以开到 KL 再上一点点 哇 上蛮多了啦 其实 yeah 基本上如果你是要跑长途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这个里程的 焦虑了 因为毕竟这台是一台纯电车 没有电的话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可是其实 Porsche Malaysia 是有在努力 它们已经和 几家 两家啦 据我所知是 Cortex 还有 Shell 的邮站呢 在这个高速公路的 休息站 设立这个 Porsche 专属的快充充电站 一次充电的话 大约35到40分钟 你就可以完全把这个车子充满 不过讲到这个充电 其实这台车子 它的电池呢 就和我们手机的电池是一样 不建议完全把这个电池用干 也不建议把这个电池充满充太久 其实这样子 对这个电池的寿命 是有蛮大的一个伤害的啦 所以刚才 其实这个Porsche 的专人 是有告诉我们说 这台车子呢 建议 不要把这个电量用到少过10% 然后你充电的话呢 也不要充到100% 而是充到85% 是最好的 这样子对这个电池的寿命 是有更好的保障啦 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个 直线加速测试 那我本身是很期待啦 因为 电动车 电动车 直线加速 我们都知道 它的这个Incent Torx 是很紧很紧的 So 保时捷 TICAN 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Let's check it out Ok So我现在是在这个TICAN 4S 这个是比较 稍微性能比较低一点的低功率版本 Yah You know So 等下我要做的是一个直线加速 就直接踩油就对了 然后刚才这个Incent Torx 是有提醒我们说 方向盘不要握太紧 因为那个动力 那根Torx来得太过夸张了 So 可能会导致我们抓到太紧 摆到这个方向盘 然后让这车子摆动 很好奇到底是有多疯狂 Ok So whenever you're ready When I say go You just press the aspirator Ok Ok In 3 2 1 Go Holy Oh my god Yeah Play this turbo And brake here Perfect Wow This is only 4S That's only going to be the turbo That is Even Crazier Ok Now we go for spo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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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In 3 2 1 Go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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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This brake is quite impressive Yeah Even though it's an electric car Yeah Yeah 因为其实这个刹车哦 它并不是用这个刹车片来咬住那个刹车板 而是用这个所谓的 engine brake Motor brake 就是它用这个电动马达来进行刹车 然后过后最后的18线才是用这个刹车片 So 其实我刚才完全感觉不到这个切换 我也完全感觉不到它是一个 engine brake This time is with the launch control Launch control Wow this car comes with launch control Yes Ok wow So it's an over boost for 25 seconds for you So that means that 25 seconds I will get extra power Yes So left foot on the brake Normal launch control So我现在要做一个弹射起步 Ready In 3 2 1 Go Oh Wa 那个 turbo很快 Wa 老我的头有点辛苦 Oh my god Yes Yes Well done Holy sh** Now I'm going to try the turbo Yes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这个 turbo 会有多疯狂 Ok get ready In 3 2 1 Go Oh my go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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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ke Brake All the way down Full down Ok For S5.9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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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比较习惯 3 2 1 GO OH HOLY WAH F**K Oh the brake BRAKEBRAKE YES Wow the brake is good man OS 5.72 Turbo 5.34 WOW KAY Let's try The craziest Craziest yeah The launch control Celandic Is it there In 3 2 1 GO OH HOLY OH On the brake HORROW OS 5.74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new 5.29 Yeah I never tried this kind of feeling in combustion engine Yeah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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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种内燃机 在那种汽油引擎 是绝对找不到的 真的是很快很差快 然后那个声音也是很科幻的感觉 So 其实今天我们试的是 TICAN 4S 还有TICAN Turbo 两款 最顶级的那个TICAN Turbo S 是没有来的 那这两个已经是很够力了 那个4S都有一个425PS的马力 所谓的马力 然后Torque都有650Nm 然后我就跳到这个更高阶的这个TICAN Turbo 这台车呢整个它的这个马力达到了625PS 然后峰值扭力 不是峰值 是扭力 直接到一个850Nm 那这个时候我就真的是有感觉到 这两台车它在这个动力方面的输出的差别 因为这个黑色的这个TICAN Turbo 更加的变态 而且这两台车还有这个Overboost的模式啊 所以刚才我是有try了一下 就是你只要做这个弹射起步的时候啊 它就会Overboost到 570Nm 还有680PS so yeah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就它在做一个Launch Control的时候啊 会有什么感觉 我开始喜欢上电动车了 Launch Control 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个Sing so yeah 真的是很快 OK 所以今天现在就是这个赛道的体验时间了 哇 我车上还有传说中的SIM哥 上次你们的留言 看不到我吧 所以要看到队友拍包你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这个Normal模式逛街 先体验一下这个车子的感觉了 哇 嗯 在Normal模式下 OK啦 很舒服 所以其实我可以感觉到这一辆车 它的这个重型是很低很低的 那刚才我们在 呃 有这个专业的Extrafter教 传授我们 关于这辆车的姿势是不是 我其实是有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底盘设计 是整个是很平直 然后都是在很下面的啦 so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在这个赛道上就完全 可以明显感受到了 这车子很低趴的感觉 它的悬吊非常的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辆 你可以日常开 开去买菜 都可以很舒服的一辆车 哇这车子非常非常的宁静 很静的感觉 这一辆软 运动模式启动 OK这个声音很科幻 科幻 科幻 真的是很科幻 很有Star Wars的感觉 哇 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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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这辆车它的那个后面的马达是有两个牙 两个gear 一个呢是for normal drive 就是你普通Eco mode 所谓的Eco驾驶模式之下 就用那个档位 然后另外一个档位呢 就是当你需要激情驾驶的时候啊 它就用这个档位 哇 电力卡 没有开玩笑 哇 哇 跟力卡后面很压力耶 对 可是感觉它驾到很客气哦 是它其实很斯文 哇 快快快快 这个还要是4X罢了 哇 OK 这辆车的重心转移哦 其实 它的那个 因为它重心低啦 所以它的 摆动啊 你的那个重量的转移 其实不会到非常明显 只要你把这个刹车 控制的好的话 这辆车会是一辆很稳的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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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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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动态是更加的紧凑的 踩完油温 OMG 120,130,140,150 好可怕 我感受到那个 GeForce 了 对,那个 GeForce 使得很够力 很不习惯咧,就跑上一道跑到这样快 结果这个车是这样进的 Are you ready? Let's go! OMG! OMG 好可怕 百八哦,朋友们 我感觉这样子短短的距离 我就跑到百八了 好恐怖哦 很快,真的很快 对啊,这辆车其实体积不小 加上它的动力来得太快了 太突然了 所以有时候会有那种推头的感觉 它并没有像一般的那种 比如说911啊,还是718那种 直接 身形的关系啦,身形有差 所以讲到这辆车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啦 除了那个神经病的那个加速感以外啦 其实它整体表现相当的容易开 很好开 而且它的重心非常的低 非常的稳定 那我觉得这是这台车最好 最给我最满意的其中一个地方啦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舒适性 其实是有兼顾到 对我来说,也许说它是跑车 也许说它是一个防跑 我反正觉得对,它是一个防跑 就是它一个能够兼顾舒适性 实用性很全方位的一台车 就是你要很舒服的开它 你要开一下去买菜 它也可以做到很舒服 你要更多的这个激情的时候啊 换一下Sport Plus 哇,它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好啦,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台台TiCAN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有没有想要买TiCAN和我一样呢? 也留言报答啦 好啦,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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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